寶可夢動漫畫中 歷代最強的女主角誕生 克莉絲終於與阿金阿銀會面 第二代圖鑑持有者終於集結 水晶篇的決戰即將到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上一次寶可夢水晶版特別篇的解說中 我們看到克莉絲在對戰水君失敗後 因為自責沒有理解水君的心情 阻礙了他跟鳳王的會面 陷入了低潮之中 連捕捉寶可夢都變得做不到 曾經的一代寶可夢捕捉大師 變成了一個無助的少女 讓人相當心疼她的遭遇 今天的影片要接下來看特別篇的故事 看看克莉絲是如何找回初心 以及與失蹤的阿金阿銀碰面 一同展開新的故事 成都的神獸們又是如何完美融合進故事呢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上一回我們提到 在對戰捕獲水軍失敗後 自責的克莉絲想繼續完成本來的任務 也就是完成寶可夢圖鑑 卻發現不管怎麼丟出手中的精靈球 就是無法成功捕捉寶可夢 讓原本就失落的她更加消沉 也想起了自己五年前 剛立志要成為捕獲專家的時候 當時年幼的克莉絲 還沒有具備捕捉寶可夢的技術跟知識 與迷存娃獨自在山上訓練 不跳卻遭到風速狗的襲擊 受到驚嚇的克莉絲 從山壁上摔落下去 重重的摔在石頭上 兩隻手直接摔到骨折 寶可夢特別配音的故事 就是這麼硬核 不會像動畫一樣 每個人都像打雞血 什麼被雷劈 被寶可夢揍都沒事 這個故事中 訓練家是會受傷的 在指揮寶可夢作戰的同時 訓練家也得鍛鍊自己 那回想到一半 草叢裡竄出的人影 打斷了克莉絲 原來是克莉絲的母親 也在旅行途中 碰巧遇見了克莉絲 克莉絲的母親看起來是真的很年輕 看起來就像個同齡人 而這個媽媽喜歡穿少女服裝的小設定 在幾年後的心晶魂影片中 竟然有起到起承轉合的作用 未來有機會跟大家聊一下 總之碰到女兒的母親 也來驗收克莉絲的成長狀況 這邊也提到 把寶可夢中取名叫做 砰砰砰跳跳 正是母親想出來的命名法則 這時母女看到一隻旁邊野生的瑪莉露莉 媽媽提議想看克莉絲捕捉寶可夢 然而在媽媽的面前 失落的克莉絲依舊捕捉失敗 身為一個理解女兒的母親 媽媽從克莉絲的表現就看出 現在的克莉絲狀況很糟糕 問起了她到底發生什麼事 面對親人的詢問 堅強的克莉絲終於潰堤大哭 對母親哭訴著遇到的一切 說現在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接下來的一段我超喜歡 完整體現出了克莉絲的家教跟生長環境 怎麼讓她成為一名獨當一面的捕捉高手 就是因為有這些描繪 才會讓克莉絲捕捉大師的形象 讓觀眾如此幸福 面對女兒的哭鬧 母親不是一昧的當寶寶怪 毒奶給安慰 反而是認真告訴克莉絲 你接下任務時 室友跟大幕不是要求報仇的 那這個就是你的工作 打醒了迷惘的克莉絲 身為專家一旦接下了工作 不管怎麼樣都不能放棄 直接告誡了克莉絲跟讀者 身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面對工作時要拿出怎麼樣的態度 雖然嚴厲了一點 卻可以幫助克莉絲 建立正確面對事情的方法 同時媽媽也不是一昧的訓斥克莉絲 她還讓克莉絲好好沉澱 並帶她回去當初特訓時的場所 幫助克莉絲重新找回初心 再次來到山上的克莉絲 自行綁起了雙手 效仿當初雙手骨折時的情況 重新展開了捕捉訓練 另一方面 水軍也沒有停止自己的行動 她來到了遺跡內 特意引導重屬性館主阿比 利用力動神進入隱藏的密室 接著同樣與阿比展開對戰 並且打倒了阿比後離去 阿比獨自探索這個密室 並發現鳳王相關的線索 可見水軍到處引導館主們 與自己對戰 是有自己的計畫跟盤算的 回到克莉絲這邊 母親在山頂眺望著克莉絲 其實清楚女兒想法的她 完全知道克莉絲無法捕捉的理由 這是因為克莉絲因為水軍的事件 開始有了對失敗的恐懼 但是這種當事人才能體驗的恐懼 還得讓當事人自己想通 為了要幫克莉絲克服這一切 才把她送回這裡 畫面切回當年的克莉絲 雙手受傷了她 醒來之後發現森林中的寶可夢 治療了自己 而這些寶可夢 正是克莉絲日後的隊友 但此時他們的身上都充滿傷痕 這些正是與風速狗戰鬥後留下的 接著這隻風速狗出現 敏銳的克莉絲發現到風速狗 如此暴躁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眼睛受傷了 明白緣由的克莉絲 馬上阻止了寶可夢們的戰鬥 並且跟其他寶可夢 合力治療了風速狗 與他們變成好朋友 並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 與這些寶可夢生活在一起 學會了收服寶可夢的方式 便是要好好理解寶可夢的狀態 才能夠加以捕捉 回到現在的時間點 克莉絲依舊進行著訓練 卻不見起色 此次風速狗突然感知到敵人 原來當年弄傷風速狗的人 就是一隻靈巧的佑基拉斯 並且佑基拉斯弄壞了克莉絲的精靈球 讓克莉絲無法叫出其他寶可夢幫忙 當年的佑基拉斯再次攻擊風速狗 菊草葉則自行衝出去替他擋下攻擊 看到菊草葉即便沒有命令 也要守護同伴 克莉絲終於醒悟了過來 確實他不懂水軍的心情 但他和身邊的這些夥伴們 都是心靈相通的搭檔 有這群最棒的夥伴們在身邊 想的不應該是害怕失敗 而是要想如何跟他們奮力共渡難關 此時感受到克莉絲心情的菊草葉 也跟著進化成月桂葉 在他們的聯手配合下 克莉絲成功收服了佑基拉斯 找回了當初踏上旅程的目標 一直在旁邊看著的母親 終於可以安心繼續旅行了 這種親子關係相當令人羨慕 那克莉絲重新踏上了旅程 在遠方的山上 水軍也將這一切目睹在眼裡 暗自記錄在心中 同時在滿金寺內 四天王阿杰的女兒 也是潛紅道館管主阿信 正在協助著演習 因為父親只是告訴自己 要磨練好自己的技術 但現狀板木跟阿杰都失聯 找不到生存意義的阿信 只好做著類似傭兵的工作 接著阿信也與現身的水軍交戰 並與水軍感同身受 身為別人的下屬 卻都找不到應該效忠的對象 被獨自留在世界上徬徨 對水軍報上名號後 阿信約定要與他改日再戰 找回了內心的目標 也可以看作是水軍拯救了阿信的內心 水晶滿特別篇的劇情相當有趣 他給人的感覺是群像劇 不只描繪了主角克莉絲的劇情 也會透過水軍到處行動 與不同原作角色們的互動 讓你明白他們的想法跟目標 以及背景故事 尤其在最後大決戰中 這些主要人物交織在一起時 更能夠感受到這部作品的魅力 伴隨著水軍的四處行動 三聖獸中的雷公與炎帝也正式現身 鳳王親衛隊終於聚首在一起 進入水晶版的大主線 後面回到憤怒之湖 納茲跟馬智氏這些火箭隊殘黨 正調查著近期火箭隊相關的犯罪記錄 身為幹部的他們明白 群龍無守的火箭隊 不會有近期的這些犯罪行動 肯定是有人冒充板木指揮殘黨 接著馬智氏順利找到了幕後黑手 也就是打倒了阿金阿瑩的神秘面具男 兩人展開了交戰 面具男提到不論是誰 只要阻礙自己的行動 都會淪落到淒慘的下場 才剛有兩個小孩被丟到憤怒之湖裡 面對打不倒的強敵 馬智氏也是相當勇 直接丟出一堆頑皮雷彈 自爆撤退 成功逃脫後的馬智氏 對面具男的話相當在意 果真在憤怒之湖裡 找到被冰凍的紅色暴鯉龍 這是被阿瑩收服起來的那隻 與他對戰之後 馬智氏透過暴鯉龍的陰道 找到了阿金阿瑩他們的背包等物品 包含了他們的圖鑑 話說這東西竟然防水的嗎 馬智氏連忙動身去找他們的線索 克里斯也在旅途中遇見了前作特別篇 代表黃版的主角小洛 被他半強迫的帶走一起行動 接著馬智氏找上千里眼松葉 透過跟他進行交易 用他的能力去尋找阿瑩阿金的位置 成為好友的克里斯與小洛 在航海的過程中 遭遇到了突然出現的漩渦 同時松葉也感應到了阿金阿瑩 正在這團漩渦旁的島嶼 失蹤已久的阿金阿瑩昏倒在這 被炎帝用生命之火照看著 兩位主角的下落終於被交代出來 原來是神獸炎帝救他們出來的 克里斯、馬智氏也即將到這座島上 下一集開始的故事相當精彩 三位新主角圖鑑持有者即將相會 馬上也會遭遇新的強敵 除了懷念的小洛以外 後面的篇章 連前作的主角赤虹、青綠、碧蘭都會悉數登場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即將進入重點階段的水晶版特別篇漫畫 在後續還會更新跟大家解說 那大家有被這回 克里斯重新找回信心的劇情感動到嗎? 是否期待三人組的會面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麻煩按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chwil哭,可以按下選擇 阿姨,很快 別再次回答 你不可以按下了 私會放好